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就是第十、第十一跟十二题 好,我们就直接来看第十题 由一百万到九千... 九千... 九...诶? 等一下多少? 九千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整数中 有多少个含有0,1,2,3,4,5,6 这七个数字的每个个一次 好,我们可以设 七位数的话 1,2,3,4,5,6,7 我们可以设就是 七个空位 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就是 百万位数,十万位数,万位数,千位数 百位数,十位数 还有个位数咯,我们先从百万位数开始 那么百万位数呢 如果我们 面对这种题目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排列组合的东西 排列组合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 其实是要等到高中才叫的话 所以,我在这边其实也不会很 明确的 就是很清楚的跟你们解释 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找其他频道 可能我做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教程 影片教程 不过现在呢,我们就直接用一点 逻辑性的方法,不过也没有逻辑性啊 不过,OK 这个百万位数呢 我们都知道前面都是不可以放0的 那么我们有几个选择 我们就可以从123456选一个号码咯 所以我们这边有六个选择 要知道我这边写的号码就是 有几个选择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十万位数,十万位数 我们这边已经选了一个号码了 所以比如讲可能讲选掉3 那么我这边我们就还有六个选择咯 然后放任何一个都是OK的 所以这边有乘6 然后选了一个又再乘5 5,4,3,2,1 所以呢,把这一号码乘起来 不要用计算机啊,记得 就会得到4320 所以这个是答案 好,你们就记录一下 好,呃 这个就是11题 11题开始呢,就没有提供选项了 所以要自己想想一下咯 OK,11题呢 就讲2017的2017之方的个位数是什么 呃,2017的2017之方 OK,呃,这边要近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找个位数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个位数是不会被 十位数以上的前面那里数字影响的 所以呃,这边是可以删掉的 OK,所以呢,呃,我们只需要看 7的2017他的那个个位数会是什么咯 我们就 这样想想一下啊,OK,7的一次方等于7 然后7的二次方等于49 7的三次方,呃,看看一下 3,4,3 7的四次方,2,4,0,1 7的五次方 我要看个位数的话 1乘7又变回7哦 7的六次方,7乘49 诶,9哦,你看 所以呢,我们就有看到 7,9,3,1,7,9 OK,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所谓我们这边就是所谓的四个一循环 就是就是他会这四个一直重复哦 7,9,3,1,7,9,3,1 这样子下去吗 第一个7,第二个9 第三个3,第四个1,第五个7,第六个9 这样下去咯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看第2017个会是多少咯 那么因为是四个一循环 那我们就看一下2017被四除的话 这边好像不够空间 OK 2017被四除的话,他的语数 会是多少,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咯 5,所以这边有5 然后这边有17 所以就是这边要0 16就1 4,504,然后他的语数是 他的语数是1,所以呢,就变成是 他要看第一个 所以呢2017的2017的2017 7次方,他的各位数就 会是7哦,这边记录 一下下,不过为什么我会 有这样一直重复这个记录一下下 这一句可能要少讲 OK,呃,这里的话 第12题就是我们这个影片里面的最后一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两只蜡烛 一只红色一只黄色,它们一样长 同一个时间被点燃 红色蜡烛燃烧了6个小时才烧完 黄色蜡烛燃烧了3个小时才烧完 若点燃 X个小时后 红色蜡烛的长度是黄色蜡烛 两倍只有60X的值 OK,呃,我们可能 换一下颜色哦 这个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讲 OK,红色,红色 然后,呃,黄色 所以呢,我们就要分 怎样分呢,OK,可以用回蓝色了 所以呢,我们的黄色蜡烛 它3个小时就会被烧完 然后,呃,我们的红色蜡烛要花6个小时才可以被烧完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咯 OK,如果我的黄色蜡烛第一个部分已经被烧掉了 所以只剩下,呃,它的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设它是Y啦 因为这边已经用X嘛,对不对 第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先写一下 黄色蜡烛跟红色蜡烛 OK 第一个小时之后呢,它黄色蜡烛会剩下原本的 呃,三分之二 然后,红色蜡烛就会剩下原本的五分之六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呢,就会有 黄色就有原本的三分之一 然后,红色就有原本的四分之六 就是三分之二咯,刚好就是两倍 所以我们的X就是等于2 然后60X呢,就等于60乘二就是120咯 不过其实这个方法怎么说呢 有一点不太好了 因为这个刚好就是刚巧罢了 所以我不懂答案是做出来啊 可是这个是有一点就是,呃,玩弄技巧的方法 OK,因为我刚刚讲这个方法有点玩弄技巧 所以我要重新再讲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比较适合用在各个情况里面 因为这个是特别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黄色蜡烛哦 它需要X个小时才可以烧完嘛,对不对 所以呢,呃,X个小时之后 X个小时之后 这个黄色蜡烛呢,就会有 呃,原本的这么多的成分 然后呢,红色呢 这个红色蜡烛呢,它烧了X个小时呢 之后呢,它就会剩下原本的这么多 比如讲可能X1的话就是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黄色蜡烛就有原本的 一减掉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二 然后,红色蜡烛就会一减掉六分之一 就还有原本长度的六分之五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X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红色蜡烛的长度就会是黄色蜡烛的 怎么说,两倍 所以呢,就是两个 两个 一减X 两个 一减三分之X等于 一减掉六分之X这个样子 所以做一个代数的方法 我们就会有二减 二减掉二X分之三等于一减掉六分之X 然后呢,这个 这个三的话 三分之二的时候的话 就在上面下面再乘多一个二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二减掉六分之四X等于一减掉 然后X分 哎,六分之X 对不起,我这个 华文讲分数的方式有点不太 不太习惯了 OK,所以呢,就会变成 呃,我们这边有 这个绑过去 我们就二减一的话就会是一 然后这个绑过去就 呃,X等下多少啊 六分之四X减掉六分之X就会有 呃,六分之三X 然后这边 左边右边都称六 六等于三X 那就会变成 X等于二 然后就 倒回来一样的东西咯 好,呃,所以这个话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不过喜欢你们看,听得懂咯 所以呃,今天就会到这边 然后明天我们就会讨论十三十四十五 就这样,拜拜 拜拜